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个地方也引育不少伟大的人物 其中有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在十六世纪时 他颁布了九十五条论纲 以出罗马教庭 借着金钱换取上帝赦罪 也即是赎罪圈的教导 促成基督教新教的兴起 今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年 对现今的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今次香港名人张玛丽去到德国 除了带大家游览德国之外 也都联同牧者分析马丁路德的一生 并制作纪录片 感悟张玛丽、德国马丁路德之旅 不知道Mary对这位宗教改革家认识多少呢 最初就好像听一个人物一样 就知道他是宗教改革的 知道他经常说三个唯独 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 知道,但是不太了解 但去到之后就对他整个生平很了解 还有我今次的拍摄 跟一般所谓的纪录片有点不同 我就将所有马丁路德生平 发生的事跟现在的生活挂钩 所以就用了几个不同的角度去拍摄他 在节目中,Mary透过宗教、艺术、生活、 时尚、人际、关系等等的范畴 跟我们一起了解马丁路德的生平 其实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 我说他的朋友圈 马丁路德很幸运,很懂选择朋友 他的朋友圈中有一个叫Fedric de Great Fedric de Great是他的生死之交 他几次很危险的时候也去Fedric救他 另外,马丁路德自己很火爆 他有个好朋友叫梅兰道 很冷静、很有智慧 我常说互相效力 所以这群人在他整个宗教改革里 放映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从而拉回现代 我们常说朋友圈 你的粉丝是谁 其实很多时候我发觉朋友里面 我们浪费很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 去建立你的朋友圈 朋友平时如果你好好的 大家共富贵,对吧? 但是当你有烂临头的时候 可能未曾临头,天国自非 我就说回 究竟我们的朋友圈是什么人 你的朋友是什么人 其实在讲马丁路德生平的同时 就说说现在人的生活 说到宗教改革 又如何笑得牧者的分析呢? Mary就分享到在这次的拍摄 除了有研究马丁路德的专家 加拿大华人神后院院长 勇形玉牧师博士之外 也得到其他专家和牧者的协助 我们很荣幸的 这次邀请到他 我在多伦多那边拍了他 对于马丁路德的生平 他有一些分析 我觉得这样好一点 我就多讲一些生活 然后他就会多讲一些宗教 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在做过程里面 正如你所说的 我们有牧师帮手 有好几位牧师 其实都是我们这个特輯的顾问 我因为自己财疏学池 所以我经常都去问人 这样做对不对? 这样做得不行? 他们很好,一直教我 好几位牧师帮我 十月十一日开始 逢星期三晚上十点钟 就会播出全新节目 感悟张玛丽 德国马丁路德之旅 Mary带你游走德国 认识马丁路德一生 希望你看完之后 不单是认识一个人物 亦可以将这份感悟 套用在自己的生活上 你好,我是Mary,张玛丽 今次我特别去到德国 制作了一个叫 感悟张玛丽 德国马丁路德之旅 在这个节目里面 会说马丁路德的生平 跟我们平时 普通人的一个生活有什么关系 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我们可以有多些思想 去了解一下这个宗教改革家 他的生命和他的人生 希望到时你会支持,到时见你 在十月的《天事深月刊》 亦会有张玛丽的见证故事 记得去到各大书店、布摊、维康 超级市场和便利电话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